2022卡达世界杯足球赛11月要上线咯! 但是无数投入失足赛工程的外籍移工, 就像是现代奴隶, 长期遭到卡达恶名昭彰的移工制度虐待, 剥削,甚至失去生命。 10年来,国际特赦组织持续施压卡达改善移工政策, 请立刻到本集资讯栏加入全球联署 和世界各国一起改变卡达移工命运。 据劳动部统计, 约有六成中高龄的长辈想要重返职场, 找回人生新价值。 桃园市政府就业职讯服务处有专为中高龄求职者 设置桃园市营法人才服务据点, 引领就业Bar, 不仅提供专属就业服务员一对一就业咨询, 协助就业媒合,职业资商,履历见证等。 开启职场第二春,不用等, 恰询专线03-301-2207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我们刚刚讲了一堆没人讲的哦。 我觉得好可怕哦, 我觉得我不想要走在路上被开枪。 好,今天我们邀请人渣来我们的节目。 耶! 哈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周伟航, 我还好叫人渣文本儿。 哈喽,又来了啦。 对啊,我们这一次就是在选前特别要找你来, 因为这一次的选举我们都看不懂, 然后我们写了一些问题就给你, 你还说我们太名门正派了。 对啊! 我们太懂名门正派是什么意思。 你们是要经过NCC审查参与金庄奖。 那你假的,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已经, 因为那都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对啊,是是是。 为什么这样太正常了吗? 没有,我觉得你在那个名嘴圈已经坏掉了。 对,你是坏掉啦,一定要很辛辣是不是。 唉,这个真的是越来越重口味, 所以我们现在又尝试要把它拉回来。 因为之前就周伟航就讲太重了嘛。 对啊,就爆了嘛。 爆了之后现在大家又想要拉回来, 可是你一拉回来完全没有收视率了。 因为大家口味只会越来越重嘛。 就是大家就是, 我觉得之前上一次二月来的时候, 我就强调嘛,政治这种政论节目, 其实就是已经,都已经做成A片了。 你现在要回去拍什么台北女子图鑑, 这样不行。 收视率直接掉下来。 说的也是。 对啊,当然名门正派也是有名门正派的讨论方法啦。 你在刷我们吗? 你现在在刷我们吗? 也是,也是可以讲出一些有深度的东西。 因为现在观众有时候会批评你说, 你们都没有深度啦,我要转台。 转到隔壁台也是没有深度啦。 那你到底要转到哪一台? 不过YouTube也是有类似的问题啦。 我们最近跟Ken才在讨论, 我们看了一些,就是Comedian的专访。 对,就是讲说你为了要迎合那个演算法, 你就只好讲一些很偏激,很偏激,很极端的言论。 对。 这个没有办法嘛,就是大家就是便利效益, 已经越吃越饱。 那随着选举节奏,大家越来越急。 就是好像有一个梗就丢出来, 可是这个梗又不太健全, 就会造成越打越乱。 人家会觉得说,隔壁棚那个烂梗也可以讲这么多? 那我这个手中烂梗,我们也丢出去吧。 这就形成一种共烂效应。 就是越来越烂,大家都是越烂的梗, 然后丢到最后面,其他没有参战, 都觉得什么,你们疯了啊。 为什么你们会打这个? 其实,你们说什么, 选举越来越激动, 我觉得以一个外人来看, 我们觉得这次选举超冷的。 对的,没有错。 这很冷啊。 而且一堆人不想投票耶。 对,我们评估这次的投票率, 可能会创上近20年来, 可能近30年来新低。 真的哦? 就是百姓都不在乎。 就中间啦,主要是中间选民不会投。 那就是极端选民嘛。 当极端选民会投的时候, 那就是选举就会极端化。 所以候选人都回去, 这个经营自己最疯狂的那一块, 务必把他们逗出来。 因为他们再不出来投, 就完全没人投了啦。 完全有道理, 所以大家去投票好了。 对啊,还是应该要投票啦。 但是,就是有些人, 因为我这次超不想投的耶。 我这次超不想投, 我认真说。 这个每个人都有投票背后的动力原因。 像很多人说, 你做政治那么久, 你一定很清楚知道你这票毫无意义。 其实不只是这种经验上, 学理上, 我们经过很常论证, 确定就是每个人一票其实都没有意义。 但是政治人物的责任就骗大家出来投票。 那选举宣言就是, 你这票很重要, 我就差你这一票了。 如果没有这一票, 我就真的就倒在这个水溝, 我就死给你看了。 我就在你家门口滚啊, 哭啊。 就是, 他就是要骗选民说, 好好好,很重要。 我这一票去投了, 才是当选过关, 落选被关啊, 这样子。 就是骗数。 所以所有这次人都骗民说, 所以你刚刚也是骗我们, 叫我们去投票, 你骗我们干嘛? 我刚刚已经开始检讨自己了耶。 你为什么跟这候选人骗我们? 就是工作美, 这是我们的职业。 那我们要强调就是, 我们自己会不会去投会? 但是我们可能是, 我去看一下投票场的现场状况, 可能变成我的谈资。 或者是, 就是, 就是, 虽然知道我的这一票没有意义, 但是我要去给一些人鼓励。 所以我以前, 你为什么人家那么多票, 为什么要给那些人鼓励? 我都会盖那种最奇怪的候选人, 莫名其妙的政党, 那政党名字很好笑的。 不然就是候选人, 一看就是来乱或精神病患, 那当然要盖一下。 新神病患, 人家都花那么多钱, 那我当然要去盖一下。 鼓励啊, 那一票, 你看, 他最后只有两百票, 你的一票是两百分之一, 多大的鼓励, 他一辈子都记得我出来选我两百票。 你真的蛮烂梗的, 不是我说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浪费。 对, 就是人家一定会说, 为什么那种很小咖, 莫名其妙, 我选人永远都有票, 除了盖错的以外。 还有像你这种人家。 就是会有像我这种人, 就是带他吧, 鼓励他一下。 因为你看, 他这么捷径心力出来搞笑, 我们一定要去好好鼓励他。 因为我自己以前选过台大学生会长, 我好像拿了三百多票吧。 我不知道怎样算多。 一千三百票当选。 我大概排第四还是第五名。 所以你是被当成哪一种人? 就是我还算比较中间的, 因为最后没有五十几票的那种。 但是我三百多票我都很感谢。 你就觉得, 当初居然有三百多个那种非常骄傲自大的台大学生, 居然愿意盖我。 太爽了。 人杖, 你刚刚有说, 你们这一次评估, 可能只有, 会是30年来可能最低的投票率。 为什么会这么低? 你们有分析过, 为什么这一次会大家不想出来投吗? 原因蛮多元的。 一般来说, 我们说出现一个广义的政治现象, 它可能是很多原因的叠加。 很难用单一原因来讲。 2018也就是上次选举, 我想很多人比较有印象的, 应该是柯文哲的最后面以三千票胜出。 然后开票开到深夜, 投一票也投到, 人家已经在开票, 大家也在继续投。 所以当时的投票率低, 也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 真的投太久了, 所以很多人排一排都不排了。 他就不投了, 这样子。 这个问题在今年排出, 理论上应该会上升。 可是今年的选举, 它牵涉到很多现实问题。 第一个, 国民党真的持续在变弱。 国民党推出候选人是安全牌, 就是我让你没办法把我活活的尻到倒地这样子。 那这种人是安全牌, 安全牌就没有激情嘛, 是第一个。 再来是民进党真的太乱, 选人太乱。 各地的候选人, 各地的竞选总部都在玩自己的, 都不管其他人, 没有联合竞选。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这个。 那再来, 再下来就是, 其实我是觉得民进党的所有的招式, 已经用到极限。 包括抗中保台, 包括车衣网军, 包括其他的传统媒体的宣传。 都全部都是用2014以来的招数, 用到极致, 然后还在继续玩。 那当然, 任何经济学的原理都会告诉你, 这就是便利效应已经递减到趋近于零了。 所以你讲抗中保台, 大家没有激情。 所以8月在设飞弹的时候, 蔡英文民调完全没有加。 这在过去, 我们只要碰到所谓国家有难, 不管是世界哪一个民主国家, 现任执政者的制度一定都会上去。 但是蔡英文没有上去, 我们就知道, 大概今年是没有抗中保台牌。 百姓你会觉得说, 抗中保台那也是我的事, 不是你的事啊, 你看起来也没什么用, 这样子。 你刚才是不是有点讲久了, 大家会觉得我们知道。 会不会麻痹了。 我们知道, 但是要不要讲一些政策之类的。 就是便利效应, 然后讲政策, 重点是他们也没有在准备啊。 对, 这一次政策, 是不是连一个好好的政策辩论会? 11月5号会有台北有。 是台北, 可是我目前看到的是, 其实我是跟凯莉说, 我上礼拜看, 我不知道这礼拜有没有变了。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这是10月初。 我上网去查, 至少台北市各大候选人, 有没有官方网站, 只有讲话案有。 陈时中也有。 陈时中终于有了, 他有了。 但他是比较做了手机界面这样, 然后非常的简陋, 有点类似像高中生的作业这样子。 对, 因为原本一开始, 我还要去大家的脸书, 然后去看他们可能做什么事。 对, 那可是还看不太出来大家的政策, 我就觉得说, 哇, 这一次到底在干嘛。 这个陈时中的, 如果你想去知道陈时中到底有什么神秘的政界, 你可以从他脸书, 再从他脸书连过去。 他有做一个网站, 做得很复杂, 繁复。 就是你会觉得说, 这就是外行人弄的。 就是外行人弄, 他的那种触及性太低。 那回归根本,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他们会一一支, 扑到现在, 然后居然出现这么神奇的状况, 就是家大业大, 完全执政, 联姻了好几次, 还是出现这个样子。 所以我在这一次选举, 我提出一个传统产业理论。 2014的时候, 第三司令民进党是高科技产业, 青创事业。 所有人都, 我有一个idea, 这个怎么做? 老人说, 这可以吗? 你竟然说, 一定可以的, 钱给我。 我去做下来, 虽然失败很多, 但是他可以打出一些感觉。 可是到了2020之后, 真的赢到已经麻木, 甚至公投也赢, 中二补选也赢。 民进党都觉得自己, 够了, 我不需要再演话。 他就传统产业化, 这个公司里面就开始出现很多, 亲戚的小孩, 朋友的, 不成才的儿子, 拜托啦, 把我们儿子照顾一下。 他就被插进来, 可是这个人根本不能用。 所以这种事情是真的有在发生? 这种事情有, 从候选人一直到助理, 都是出现这样子的问题。 而且不只在台北咯。 全台湾都有, 整类似的情形。 这是因为对手太弱了嘛, 也没有强力的这种监督者。 其实我有跟一些府院党高层, 私底下喝咖啡啊, 你就会发现他们有病逝感。 奇怪, 人都跟2020一样啊, 为什么会选成这样子。 所以他们现在有意识到, 选举很冷吗? 就是有点吵不起来。 因为, 真的有吗? 因为我们接触到, 因为也会有一些长辈, 会想要找一些新媒体, 也喝咖啡, 了解一下我们的感受。 我觉得好像, 至少我目前的感觉是, 他们好像觉得, 哎, 年轻人好像有点冷, 但是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好像没有发现问题在哪。 所以错都是年轻人吗? 没有, 他们没有这样讲, 他们没有这样, 他们想理解, 为什么我们这么冷。 主要是你没有一个议题, 去直接拦起年轻人的那种, 对政治的关系嘛。 之前是有抗中保代议题, 可是, 你经过那么长时间的, 投入这么多预算, 整军建武了。 甚至现在你说, 要兵役延长到一年, 绝大多数的年轻人, 可能没什么意见, 你要研究研。 你要的东西, 都已经给你的税金, 军事投资, 大家都给他pass过, 然后你现在到底, 还有什么心梗。 所以其实政治圈, 也有另外一派说法, 是不是又要回到, 对年轻人大傻币。 比如说, 我每个月补贴你3000块, 大车。 每个月去补贴你多少钱, 租, 直接就补下去。 当初柯文哲, 好像也是蛮强调这一块。 但是只有国家出得起这个钱, 可是现在是地方大选, 就很难去操作这一块。 加上, 我必须要说, 他们真的, 传统产业就会有一个保守化的趋势, 就是我们现在做得很棒, 应该会赢吧。 所以你看嘛, 我就说是不是他们不知道, 没有病逝感。 对啊, 就是没有病逝, 应该会赢吧, 即使你跟他说, 民调是显现出很不利的状况, 不会啊, 应该会赢吧。 你看, 我算给你看, 这个几%加这边几%, 然后最后面这几%都出来, 我们就赢了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国民党跟竞争队友太弱, 才会变成这样。 其实国民党那边也陷入一种自我怀疑, 他的民调做出来都赢, 可是外面, 民调都可以相信谁啊。 为什么大家每个人自己做的民调都在赢? 民调都不一样。 其实这个民调是有技巧的, 比如说我一开始有问你, 请问台北市长这一次你支持谁谁谁, 这是一种。 但是如果他反过来, 请问你知道陈时中在去年有疫苗的争议吗? 疫苗采购的争议吗? 请问你知道蒋万安的曾经陷入他蒋家的绅士之谜吗? 他如果先问这个问题, 再问你后面支持谁, 就会去影响到了。 所以我们在看民调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看他说, 你愿不愿公布你题目的顺序。 如果你前面就是有铺成一些题目的话, 那后面就会爆掉。 同样的道理就是, 所以有民调是可以信的吗? 有啊,自己加的啊, 他就不会做假了。 所以做自己内部的人才看得到? 对,自己内部的人才看得到。 那我们选民看得到吗? 选民看不到的, 因为他就是要骗你啊, 你看得到呢? 我们是靠关系, 靠关系, 我们都是有一些关系, 就政论圈的关系啊。 上一集我们有提到, 上一次来, 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政论圈部卡一个位置, 就是总是会有神秘的人跟我说实际的状况。 这个神秘人的状况, 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啊, 那神秘人们有病逝感啊? 有,有, 这些神秘人都有病逝感。 可是神秘人他们有办法影响, 告诉就是上见。 对,有办法改变现状吗? 就是现在这样子可能, 就是神秘人他决策圈圈, 是不是够这个有那个, 监讨能力。 监讨的意思啊, 可是像民进党, 我觉得现在没有, 讲白一点我觉得没有, 他现在开会还是讲我们已经定了, 那我们这个外面都是在那个, 传一些那个莫须有的那种批评啊, 所有党员要出去澄清, 不是跟林志杰那个时候一样吗? 完整看过林志杰论文的人都会选择相信, 之间追求他清白的自由, 还什么的选择。 这个, 其实就是你所有底下人都已经, 都已经觉得说, 靠腰, 这你凹不过去了, 你拜托醒一醒好不好的时候, 上面还是觉得, 应该过得了吧? 对啊, 那时候你在脸书发一堆文, 然后我们都有看到, 就超好笑, 什么那个数据, 让他跟我分享一下, 对对, 那个智杰里的论文说, 不同的教育程度, 会有不同投票取向的, 前提, 因此学历较高的选民, 比较会投给高学历的候选人。 对对对, 那是林志杰自己的论文。 对, 然后学历较低的选民, 则可能无此差别。 对对对对, 直接论文。 对啊, 林志杰自己论文, 然后后来他们的阵营, 又一直主打说, 学历不会有影响啊, 只是少了两个硕士啊, 大家还是会出来投啦, 靠腰。 每个都说他自己看过林志杰的论文。 对啊, 到最后是, 难道只有我认真在那边看吧? 这个题目叫杠杆者。 新竹选取的杠杆者。 我拿去问所有民进党, 你知道杠杆者是什么意思吗? 每个都说自己看过啊, 来来来, 说他有原创性, 你知道杠杆是什么意思吗? 把解释跟我讲。 我告诉你看完整本, 一般人是看不出杠杆者是什么。 对, 因为他前面写的跟后面写的没关系啊, 因为后面是用抄的。 我, 其实我好奇的是, 对对我来讲, 就一直在那边打论文, 不管是林志杰还是高宏安, 对我来说, 我真的不care欸。 我们这个事情, 他完全是擦枪收获。 我必须要讲, 一般人出来选, 我们都说好, 锁定他了, 所以我开始准备他的黑料。 那有些人可能说, 我负责绯闻, 你负责一些金流案件, 我们各自下去查。 那林志杰出来选的时候, 大家已经准备了, 有人准备绯闻, 有些人准备什么弊案什么的。 没想到, 突然双一个论文出来, 那一开始双第一个论文, 好像是台北市议员, 一个台北市议员, 他就是吃饱嫌的叫助理去查, 林志杰的学经历, 然后突然就查到, 他的论文这个名字, 把他丢上去Google, 意外发现有一模一样的。 好, 这是第一个论文, 这是中华大学论文被抓出来。 然后接下来就出现神秘人, 神秘人就把台大的论文寄去给一个媒体人。 所以他就是, 有人发现说, 这边开了枪之后, 我要赶快把我原本准备的料丢出来。 但我们真正讲, 真正把林志杰一枪毙命, 其实是台大论文, 但他是后来的神秘人寄出来的, 那是谁寄出来的, 那坊间就有很多传言的, 其实是绿营自己人丢出来, 而且还是林志杰很亲的人, 不然鬼才知道。 对啊, 一般谁会去注意别人的那种莫名其妙论文, 一般是不会。 所以这种神秘人真的很多啦, 老实说, 不满您各位谁。 被背后, 被借人同一刀很痛欸。 可是我们都觉得很有趣, 就是我们都觉得林志杰其实是有能力的, 那个十二边他之前住在新竹住很久, 你觉得是改变是有感的, 对不对? 新竹变得比较漂亮, 然后尤其跟旁边的县长比。 他做了很多事情。 至少这几年来新竹的改变是有感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他至少是有能力, 可以做到一些改变的。 虽然他常被酸一直在盖公园啦。 可是大家喜欢啊, 那边的人也喜欢啊。 对啊。 所以就变成说, 到底学经历这种东西在台湾的选举, 到底有没有重要性? 嗯, 我觉得应该不是, 学经历是一个嘛, 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 我们好奇的是那以道德伦理的角度, 就是我们该不该用政治人物的私德, 去评断他的执政能力啦。 因为对我来讲, 如果他今天真的, 我是新竹人, 我很喜欢他, 那他论文抄不抄, I don't care。 对啊, 因为他真的改变了我的城市。 对啊, 那个比较重要吧。 好, 这分人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是, 一般来说论文重不重要, 我可以很直接跟你讲, 还蛮好骗乡下人的。 你在乡下你挂你是一个博士, 你是双硕士, 人家会跟你肯定。 这种尊容, 就是都市人可能比较难以体会。 我们在乡下, 我们选举就是, 哇, 你是博士什么的话, 介绍出来就是很下巴。 好, 这是一点, 所以即便到了现在, 我去竹苗, 都还有看到人家挂双硕士, 我想哇靠, 都已经闹成这样, 你还敢挂啊, 你看起来就, 还敢挂啊, 大哥。 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 我看到有人会挂什么教育双硕士, 然后一看什么菲律宾的大学, 可是乡下还是有人会买单, 哇, 很厉害, 好, 再来就是, 李律生这案子, 他到底跟这个私领域, 他学历, 如果你不是真的是跟政治直接相关的话, 可以算是私领域, 那重点是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们不像德国, 德国很重视他的PhD, 德国甚至不承认其他国家PhD, 你在德国的名片不能印其他国家PhD, 因为德国只认他自己的, 所以德国的政治人物, 因为PhD论文抄袭, 巴拉巴拉的下台的蛮多, 蛮多, 所以德国他们也会抄袭, 也会洗学历就对, 所以全世界都爱洗学历, 回去乡下骗到羹田, 全世界都有乡下, 对, 好吧, 那在我们现在来看, 包括像台大这个案子, 或者是中央大学, 重点是你事发后的态度, 他都已经被人取消, 他还在一直坚持, 我有原创性啊, 那个民调是我给他的, 其实我在事发当时, 我第一时间我就说解决方式, 就是全部推给指导教授, 我写当硕士我不会写, 如果这样子大家有意见的话, 那这个我先道歉, 我先道歉, 那当时我都是照指导教授的指导, 来进行这样子的论文的流程, 那如果有不周之处, 我愿意改进, 我也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 那我就静后调查, 这个就是一般的指寻, 你就说我就无知啊, 我笨蛋啊, 我只是个硕士啊, 我又不是博士, 可是这样直接丢给指导教授, 指导教授假设指导了很多同党的朋友们, 但是重点是, 你这个时候要先下, 你要先下装, 就是我真的不懂啊, 我很会盖公园啊, 但是我不会写论文啊, 论文都是陈铭通教我这样子, 那他就把这个事情推给陈铭通, 你就说他不是陈铭通死了吗, 就历史工业嘛, 到底是要陈铭通死, 陈铭通死, 你蔡英文决定嘛, 对啊, 蔡英文, 那你陈铭通比较老啊, 可以挂, 就这样, 这是正常的操作方法, 可是他都不认, 他都说, 这个我有原创性啊, 我很坚持, 我还要去告你啊, 我要叫律师去存证什么的, 就他这个动作, 其实还是后续的情绪引爆的点, 如果你一开始很低调, 静后调查, 我真的都不知道, 你问我, 就是我会努力的回答, 所有调查我都配合, 态度良好, 直接就下庄, 那就是因为林志坚, 现在把一口气, 做出一个太激烈的形象, 他一直在反抗体制, 反抗台大, 反抗结果, 到现在还在申诉嘛, 所以我们想说, 如果教育部又开他一枪, 要怎么办, 教育部可是民进党了, 那后面的那些论文抄袭案, 不管有过没过, 你一般人就不在乎啊, 就是因为林志坚, 他那个形象太强烈, 就是我绝对没有错, 我有原创性, 这个世界污蔑我, 这个都是党国体制, 所有台大的一大堆, 那种国民党的教授, 就是要把我拉下来, 你把这个程度做上去之后, 讲白了就是蓝绿对决, 你回到蓝绿对决, 就双方基本版, 中间选民就非常不爽, 那他可能觉得说, 这是什么烂咖, 民进党之所以会叫他下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外一效应在台大, 判定出来之后, 外一效应就出来, 其他所有的民调同时掉, 什么意思? 就是台北的民调也掉啊, 然后新竹的民调也掉了, 就是跟陶渊无关的, 大家都被这个影响了, 对,跟陶渊无关的, 全部人都被他拉下来, 这就外一效, 就像2014的连声闻一样, 连声闻在台北那种, 就不知道讲什么, 莫名其妙的话, 他那个震波一路震到脏话, 我那个时候去跑乡下的时候, 那个镇长气死了, 就想说, 本来都还领先了, 就被台北搭高铁回来, 吼吼盖死了, 这倒是真的, 因为大家对某一个选区观感不好, 就会好像影响别人, 就因为新闻只报大城市, 或者是主要的嘛, 那我自己小乡下, 可能不会报, 那就觉得他可能, 对啊, 他就看的都是台北的新闻啊, 他讲话, 怎么这么恶劣, 然后那年轻人回去, 就是我就要给你死, 可能会不会, 他跟他不认识候选人, 他跟他知道, 我真的是民进党了, 我就支持他, 其实蛇病就这样子吧, 你知道, 你是桃园市吗, 对不对, 对啊, 桃园的哦, 你知道现在候选人有谁吗, 不知道, 可是回去你会给他死吗, 想想看, 想回去啊, 回去要有成本, 你要说我今天有必要花这个钱, 让他死吧, 他应该不会以他的个性, 他搞不好就是去喝个咖啡, 对, 我会拿去喝咖啡, 生起生命, 不过, 因为我曾经听过政治圈的人讲说, 因为我们都会认为, 你就承认自己做不好就好了嘛, 对对对对, 这道歉我们都会觉得有很难吗, 对, 我想说你自己先打自己脸, 因为我们是自媒体嘛, 我们讲到政治人物, 他们有时候比较喜欢, 你知道高大上啊, 然后假装道歉, 可是就有人说, 因为道歉会影响到基本盘, 是不是, 看你什么道歉, 所以还是有差, 你如果道歉的很谦卑, 基本盘虽然一直会觉得挫折, 可是对手如果继续追答呢, 你基本上会说, 哇, 都已经道歉了, 哇, 你这样过度逼人, 不服我们台湾人的道理, 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看到那个, 我已经, 你这样一讲, 我已经看到那个样子了, 对对对, 所以他就一开始就很谦卑, 掉两滴眼泪, 这是我真的不知道, 这样子, 人家说他都道歉的啊, 你怎么可以多多逼人这样子, 所以, 其实真的有人这样成功, 台中市长就是这样, 台中市有很多议题可以打, 人家刚被打下来的时候, 大家都说, 接下来就烧台中市嘛, 人家都台中市嘛, 可路修院他现在选的爽的, 民调引先一大姐, 为什么, 只要台中出任何一个包, 比如说, 让阿公阿嬷打疫苗的时候, 晒了久一点, 那个局长还想出来讲说, 没有, 没有晒, 都会马上把他推到旁边, 我在那边代表局处很诚挚的道歉, 我们做错了, 这个议题嘛, 就没了, 我有发现卢秀燕其实很强, 他就都会第一时间出来打, 膝盖够软, 也不是他就是, 他就知道说我要避风头, 我知道你们这些人要提款, 阿公阿嬷在那边晒, 大家都是于心不忍嘛, 所以当那个局长出来解释说, 没有啊, 没有等很久啊, 可能等十分钟, 他就知道这种话不能讲, 马上把他推开, 他说我诚诚道歉, 由我盖锅接受, 所以我起初说, 由我盖锅接受, 那所以卢秀燕很强咯, 就是他就想先道歉, 超前道歉, 超想, 不管怎么样先道歉再说, 对啊, 你要怎么追, 你再追下去人家说, 人家都道歉了啊, 你欺人太甚了, 阿公阿嬷现在也回去休息, 也打完了啊, 你是要怎样啊, Ken想说, 我们说要开始超前道歉, 我们要超前道歉, 道歉大会吗, 因为我们超级不爱道歉, 所以凯莉一直说, 没事啊, 就道个街就没事了, 结果到现在都还没有做过, 我超讨厌道歉, 以后另外一种方法, 求人家也会忘记了, 到底之前发生什么事啊, 也可以不用道歉了, 因为不选, 你要选的话, 你就会让陈柏惟, 20年前的事情都会做出来, 对, 所以绝对不能选, 选了真的很麻烦, 选了大家就会用一个所谓的, 民众期许的高道德标准, 去要求每个政治人物, 除非你的抗性极强, 比如说我现在一出来主打, 我就是黑道, 我就是不要脸, 我就是社会上的败类, 然后我现在想透过选举, 慢慢的往上爬, 这个时候你去打他的, 的确会没有用, 因为他就先讲出来了, 全部人都知道他是混蛋啊, 他有一点好的表现的话, 人家会觉得这好棒, 先把期望值拉低, 不管怎么做都是好的, 相对来说, 你像林志坚这种, 哇, 他那个西装穿的是帅的, 他都穿韩版西装, 他真的是蛮帅的, 所以形象有够好的, 然后就像刚才视频讲的, 就是新竹市都弄得很漂漂亮亮, 其实我们在地的记者又跟我讲, 就是林志坚在新竹最大的政绩, 就是在每一个新竹市的景点, 找到拍他最帅的位置, 就是他那个景都是网美景, 这很重要耶, 你现在立刻所有网友可以立刻去刷他的脸书, 他现在还在直接发脸书, 上面满满都是他的政绩, 然后是一张他的帅照, 取景角度都是拍偶像人物的那种方法, 他甚至就是有台北记者去访他要辞职的那个记者会, 大家本来要用很传统的嘛, 大合照这样, 他说不对, 这样拍不好看, 反过来, 我站在下面, 你们从上面这样拍下来, 他已经知道哪里拍他是最, 所以他自己是很有性格, 很有形象, 那你形象一开始电的这么高, 你现在一有污点出来就爆炸, 所以我在选举的时候, 我老是劝政治人物, 最不可以走的形象就是阳光大男孩, 因为大家对你期望值太高了, 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阳光大男孩啊, 所有阳光大男孩都洗出来的形象啊, 你可以洗你是一个为所的大胖子, 可以, 但是你去洗你阳光大男孩, 你只要有一个东西, 你就完蛋, 对啊, 真的我是每次劝他们, 可是他们就很坚持要阳光大男孩, 因为很爽啊, 大家都幻想自己是阳光大男孩, 对啊, 就是叫他去拍点那种什么羹田啊, 也穿西装, 我想去死好了, 这家伙呢是, 那你觉得他这次, 他有没有可能可以回来啊, 对啊, 其实重点不是蓝营, 蓝营一定很希望他回来, 重点反而是绿营内部, 绿营内部会觉得说这个人, 你要回来的话, 会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长期的负面的因子, 可会不会就是过两年四年大家忘记, 比如说他有一个建设突然保翁的这个, 大家发现做得真好, 他有可能回来, 就可能需要一个政绩去适合他, 现在的这些负面因子被清掉了, 然后呢, 他有一个政绩广获肯定, 大大得分, 那就有可能了, 回来, 就是大家可能忘了他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台湾人非常健忘, 对啊, 所以就是我个人认为啦, 是勇怀希望啦, 不是勇怀领袖, 勇怀希望, 就政治人物你真的要做下去的话, 你就勇怀希望, 总有机会可以回来, 总有机会的前提就是说, 你过去累积的因德, 只要真的在将来能够爆发, 你不要说表面上还有政绩, 但实际上时间已久, 大家无感了, 鸟掉了, 没有比较, 就是如果人家跟下一任一比, 还是上一任比较好的话, 那你回得来, 哦, 所以要期望这一任新竹市市长, 选上不要走在, 可是这个真的很难, 因为新竹我觉得已经变得很都市化, 就是农田的那种农村的风, 就只剩香山区而已, 所以他一旦都市化, 都市人就全台湾最难搞, 就是都市人, 你看台北都知道, 而且那边都精英, 对啊, 你对台北市民来说, 台北已经烂了30年了, 那为什么你会说30年前比较好, 因为还记得人差不多死光了, 台北人每一任市场, 大家都看不顺眼, 黄大洲做了什么, 陈美北人做了什么, 马韩九做了什么, 哈龙斌做了什么, 柯文州做了什么, 全部都没有做嘛, 大家都会觉得都没做, 可是明明就有变, 明明有变啊, 标准最高, 所以他的满意度, 一定都全台最低啊, 22线是最低啊, 而且喜学历, 台北人不一定买单, 没什么用, 台北人都会说, 我都学历比你高, 你知道台北人就是, 我们经常讲, 这简单跳过了, 就是, 我以前考到台大的时候, 明明80年, 全苗栗县考到的人数, 跟台北的某一个里一样, 台大旁边的一个里啊, 那个就台大教授子弟啊, 被他垫死了, 看什么玩笑啊, 全苗栗县抵台北一个里, 后来我碰到台东, 他说我们抵半个里, 我们之前访到谁说什么花莲榜首, 我花大千, 那很强啊, 一方之霸, 我们当年土产呢, 这七个台大而已啊, 土产哦, 就是没有去读什么, 北云女建国, 中女中, 新竹女中, 就完全高中土产的七个, 连县市都有土产跟外国来平的分别, 他分很细 加工 还要分有没有补习 这个就是 你就图写嘛 所以学历在那个地方 会很有话讲 你在台北挂双硕士人 人家想说 你干脆挂一个 那个什么叉叉小学 厕所才会比赛冠军 你们什么鬼啊 但是在乡下 真的很有说服力 因为乡下很多 阿滋巴拉人 那就是那种学历 都是国高中的 那你贴一个博士是有用 其实就是牵引到 就是大家 我是觉得 他们在洗学历的时候 抱持的是乡下心态 可是你选到最后呢 这个地方你变成都市 就反而成为负数 所以像现在很多洗学历都很挫啊 谁知道 对啊 现在大家都很害怕吧 因为 我想洗学历的人是不分党派的 对啊 不分党派 而且大家以前洗法一定 一定都很漂亮 一定更粗糙嘛 可是像南投的议长 还副议长 他都完全不怕送你啊 没差 我是靠选密服务啊 学历就取消掉就了 你要取消送你啊 没差 反正 原本也不是他写的吧 没差啦 就送你这样子 那我个人认为 学历大概讨论这一次就没了 以后不会 因为一直拿出来 我觉得很烦 因为大家是七伤权嘛 你打别人自己的党的人 搞不过也被抓出来 然后大家百姓觉得 够了够了 换下一个梗了啦 这个梗已经有点 应该不会有什么梗呛啦 因为都已经超94%了 你还有什么操法能够超越 有到94哦 有到94%的 你随便点头 还连那个什么 谢池都超了 感谢人都一样 谢池不算在论文本身 好吧 已经太重口味了啦 下一趴 对下一趴 看之后还有什么 更下趴的东西 对啊 好吧 好我们休息一下 49月只有7月没错 刚刚这个中间休息不要用哈 Steven 我回来了 好 刚刚因为我们前一阵子跟那个某匿名 粉专名粉专 还算推特啦 因为她的粉专已经被脸书关掉了 对对对 好我们前一阵子跟她开战 好然后其实我也收到蛮多私讯的 没有到很多 有一些些这样 就跟我讲说 啊这个人 真的是很爱乱骂人 真的是 我支持你们 对对对 之类的 我想说 这绝大多数 我都说 诶这到底是 那到底是谁 如果 大家觉得她有问题 为什么不好好规劝她 不要再这样一直乱骂了 对对对 就他们都说 我们不知道她是谁 每个人都在跟她切割 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不是你们党内的人吗 你少来 然后他们说 我们真的不知道 对对对 我连总统府的人都问过了 所以 大家都说不知道 大家都说 我会加她好友 是因为看很多政治人物 加她好友 我想说那应该 热情支持者吧 就假了 这个都是政治人物的宿命 会加一些莫名其妙的人 出事就只好拼死切割 这样子 但是我相信他们讲的话 真的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不相信 这一边的人是 绿的这一边 是真的不太知道 哇 但是很快啦 你们像我有发文去骂 然后骂了之后 蓝的这一边 都传信息给我说 他们知道是谁 蛤 所以是蓝的那边的人 对 蓝的知道的那边是谁 为什么 为什么会蓝的 所以我们找错人开战了 不是 你们可以去思考 为什么他一出事之后 立刻自砍账号 对啊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东西 可以被抓去告 对啊 对啊 所以他赶快把他所有东西 都藏起来 对 有很多人建议我们告他 因为我平常不会一直看 对对对 不会一直解 对不会一直解 除非他有乐成的始终粉丝 提前就全部解的还是截图 欢迎大家觉得他讲得很棒的骂我们 欢迎 欢迎传给我们 对 那那个人传信息给我之后 就是相关的这些 知道状况的人传信息给我之后 我就看了说 这没办法打 因为他身份比较明确 他有一些优势 所以就是 护身符啦 不能讲优势 他有一些护身符 我们想说 所以他不是小粉红 不是 应该就我所看到的 当然有些传来资料不可尽兴 就是 就我所看到的资料 就是 我能够理解他的情绪 但他做的事情是错的 我还是比较强调 他做的事情是错的 他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 诚如我们过去碰到很多 特定阵营的热情支持者 他们可能都是 见识比较浅薄 或者精神有一些困扰 那我们在理解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可能就算了 就是人都有辛苦的地方 只要你不会太夸张 我也没必要杀基金 我是不会像王瑞德一样 去告一堆人 然后用那个钱去欧洲旅游 但是 听起来好像不错 你说用这个钱去波兰玩 这个的确实可以冲走旅游基金 王瑞德已经亲身死见了 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 就是我会觉得说他对于我所做的事情 不会有太大的阻碍 他搞不好是个帮助 因为对手阵也是这种咖 那反而我觉得算了啦 就是要骂就由他骂这样子 那就不止他这一个人 包括其他车衣网军 很多车衣网军觉得他对民进党选行有帮助 可是就我们实际上第一线在选的人 我们觉得说 到底有没有帮助啊 还是他可以巩固基本盘 巩固基本盘 制造你一些困扰 可是在真正的选举上 随着他们的便利效益递减 脸书一直在调整演算法 他们的影响力 缩了至少十倍以上 十倍喔 对跟2019年比 缩了十倍以上有 那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就让他们继续闹啊 就像他们把高安胀一阵乱打 一度打到什么什么 骑队可不可以叫阅瑜骑队 这种烂梗都拿出来 补习到底算不算会赌出这样子 打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其实我们认为就是管他了 因为就我们看到民调 高安本来不是个咖 被一路打起来 真的假的 高安会因为被打 然后反而有可能选上 有可能 因为高安本身没有战力啊 对 他没有听 他没有听吗 没有钱 这个太多秘密可以讲 但是讲的话我就会骂死 你也会怕 你讲就知道是哪里 因为他们就没什么人嘛 想也知道是谁讲 就team很小 战力不足 没有陆军空军 什么都没有 钱也其实也没有 那为什么我会支持度上来 就是你们这些人一直打啦打啦打 本来人家不知道他是怎么看 因为把他打起来了 对 我真的原本也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反而被骂到说 为什么要骂成这样子 强制认识他这样子 可是这样会不会搞得好像全国只是在选新族吗 因为我觉得今年全台湾在选新族耶 我觉得新族好像选的比台北还热耶 原本我以为在选桃园的 对对对 所以现在被骂了嘛 现在他们那边就被骂了啦 就是说你们选成这样子 那其他地方不用选了嘛 所以他们这个礼拜要收回台北 什么意思 就是把选举焦点收到成这种身上 来我们现在今天是10月13号 所以反正这个播出应该月底吧 反正大家那时候可以看一下说 10月中开始 大家有没有觉得选情变热了 台北是不是有感 所以台北的选情至少是现在 为什么可以这么冷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更可以拉回来 刚刚那个人家说的 为什么这次民进党是各个县市在玩自己的 为什么没有一个中央统筹 对啊 没有一起好好的处理 就是在国民党的眼中民进党就是 哇有一个万恶轴心 然后里面的每个人都很坏很厉害 他们每天都在那边开会 想要怎么搞倒国民党 想出很多很贱的招数 然后铺天盖地 三明治加网军 大量媒体人同步出击 媒体哇塞 那个政论节目从8点骂到12点 我们从留言也可以赶出这一点 在骂我们的 对国民党完全没有任何言论自由 对对对 从骂我们的那边我们可以感觉到你们 他们那些人是这样想的 对对对 这个是从民进党的敌人的角度去想的 但是就我们有政治实物经验 是另外一种气到吐血 就是民进党加大一大 千军乱马资源那么多 你现在到底在冲案小 对啊 怎么会选成这样 第一个就是跟很多人出乎很多人意料 民进党其实是派系政治 他党内派系三头零力 每个派系在选举的目的就是把我的席次扩张到最大 合作的唯一前提就是 合作可以让我的席次扩张到最大 所以如果是竞争关系的话 那就是你死我活 所以他们在初选一定刀刀见骨 可是这次他们党内有初选吗 没有啊 蔡英文没收了 对我听说这次没有 除了屏东有 其他全部没收 为什么要没收 蔡英文就是直接指派 直接指派一个他心爱的这样下去 那他的说法就是说 他想要减少党内的斗争 那当然看到屏东杀到刀刀见骨 就是其他地方也是算了 所以真的是这样可以减少党内斗争 一定会 因为民进党他本身的派系 战力其实集中在派系手上 比如说银戏啊 新潮流啊 政国会啊 海派啊等等的 他现在要勇言会这样子 他们那派系手握重兵 手握媒体 手握侧义网军 所以当他杀自己人的时候 哇那很惨 第一个时刻这么惨叫赖清德 他在2019就是被从高民调一路火火砍下 还输给蔡英文的 好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党内初选会选得比大选还激烈 因为国民党很弱 党内初选会比大选 所以解决办法 蔡英文想的解决方式 那我就不要党内初选啊 我集中所有战力嘛 可是如果我在这区提了英系 其他派系就说 那这区交给你啦 那我们就去别的区 我的区选嘛 他就把战力集中在那区 那赵大爷说 总统会去做总协调 可是现在总统连核心的人 虽然他有号称英系 也有号称新潮流 可是对别人解释说 那都是你蔡英文的清晰 那都是犯英系 所以我干嘛要听你的 我就自己做好 我自己就好 那很多情报 无法从下面精准上去 上面很多命令 命令下面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展身功能 就只有一些英系的地方可以打 可是英系 是家大业大 战力却也最不好的 为什么 你要注意英系就是蔡英文 2008之后 开始建立的派系 时间很短 那这么短的时间 你要培养人 是不可能的啊 你培养一个大学生 2008的现代也才几岁而已 所以英系都是 你没有派系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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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大杂会 本身不团结 程度称施不齐 严重传惨的话 就是谁谁的小孩 谁谁的儿子 拜托啦 叫狗起来 造成陈思忠总部有一大堆政二代 对 陈思忠这个总部就是 虽然挂名的是新潮人 但是 他的这个实际的执行者 底下的办事 其实大多数都是英系 那其他派系就做必上官 就你这么会选 交给你选 我以为蔡英文的形象蛮好的 他的吸引到人才会比较 会比较完整 我也只为是这样 总统很忙 总统要忙那个打战 那个乌克乌尔战争 他要了解一下 我们国军买东西 也要了解一下 这个经济也要了解一下 疫情也要了解一下 了解到最后有什么时间 去管党务 是没错 会不会是因为蔡英文 他也要卸任了 所以他也振不太住 也没什么人在理他了 这个就是跛脚话 那我们一般预估 不管这次选举选的怎么样 他一定会跛脚 是没有多少任期的 跛脚话就是 即使你大权在 别人不理你 觉得说你2024 就一定拜拜 2021 5月份又拜拜了 对啊 那你拜拜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 那下一任 现在是赖清德 大家就往赖清德那边挤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可能你们在台北 比较没那么多 可是在乡下 所有的议员和挂的 都是赖清德 你说合照 对叫做信赖台湾 去嘉义的时候 看到很多 然后我们有看到 你还有说 在中南部赖清德 其实还是有用 因为台北就比较会跟蔡英文 我连跟陈时中拍的 好像都没有 都很少 对那个是往后压 比如说我知道 我自己可以上 赖清德的时候 你知道 就是这个比较强 我也跟他合 那就是比较落区 我就去给他一个恩惠 这样累积我的音得子 所以那不是都是赖系的 那个都是很多 是其他派系的 台北就有人把他原来 旁边的余天换掉 换赖清德 所有人看的时候太现实了吧 就是要跟别人合照 因为那都是用批的吧 对批的 对啊 可是需要经过同意吧 对对对 不能我直接乱批 有人也是直接乱批 但是会被骂 对 对啊 不是做人的道理 可是骂了 还是会去沟通一下 因为人家没有道理不给你放 所以你真的有案子 倾向太差 否则都会给你放 对啊 所以是就先放就好 所以大部分是议员 要不要去贴 我议员觉得说赖清德有帮助 打去给副总办公室啊 说可不可以这样合挂 人家应该是 没问题啊 可以给你啊 就是同党了嘛 就一起这样子 大家一起努力 你刚刚说到说 蔡英文可能 因为在2024年就一定会卸任嘛 那卸任之后 会不会刚所谓的鹰派势力 在民进党也会消失了 有可能 像海派在海董往生之后 就有点人走茶凉 很多就选择去跟其他派系合作 当然有主战派 在高雄他们还是跟新潮流杀的刀刀剑骨 高雄选举其实现在没什么 前面比较精彩 就是民进党自己在出选的时候 那是杀到刀刀剑骨 对不起 我真的问题 因为我对政治真的不太了解 我要问很多 比较蠢的问题 就是那个刚刚说 假设民进党里面有这么多派系 他们的目标会是不一样吗 说里面会有什么 两岸维持现状 有有有有 或者是里面有的人 就是说我们就是基督我们要读到报 我们现在就立国 有有有 所以主要差别是这个核心概念 还是只是接党 对只是接党 大家一起打群架 对我好奇他们差别 每个派系的大佬都还活着的时候 他们有理念 像我最早去拜访新潮流 大概20年前 他们办公室里面挂马克思一项的 左派 共产党一样的 早期是这样的 就挂在办公室里面 所以新潮流一开始很左 但后来怎么跟企业结合 那另外一回事 再来就是这种跟着人的 比如苏贞昌 苏系 谢长林 谢系 就是有一个大宗师在 他们就是以老大的信念为核心 好 也有很毒的 像尤锡坤现在带领的正常国家出现 我们一般叫政国会 尤锡坤林家隆 这个就是民进党比较毒 就是当你觉得说不应该在讲台独 这么毒的话题 一面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他们还是在坚持 我们要证明什么的 那这些是他们的门面 底下呢 其实有一位现在正在选 不要讲太密切 有一位正在选举的人跟我讲 他讲说 为什么要加入派系 当然是为了钱 为了资源 有资源 对啊 就是你加入派系 人家要把那些金主引借给你 所以不一定是为了信念加入 对啊 就他本人也换了蛮多派系 再讲就 所以换派系是不会被打就对了 或断小指 大多数像比较强而有力的派系 像新潮流 他们是从年轻的时候就一路培养 你可能在大学的时候 他就一路培养你 出钱让你去国外留学 就真的很像共产党 然后训练人的方法 那有些派系就真的是 来来来啊 一起吃个饭啊 聊一聊 如果开心 所以有些人就跟我讲 他不要讲人家派系 人家只是同一挂 吃饭一起去吃 大家一起共同处理一些事情 就这样子 所以就是大家对于派系的理解 都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不同想法 但是你要说民进党团结 通常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外敌 比如说这个外敌 强烈一些 像韩国瑜出来 像韩国瑜的时候 对出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时候 一定要团结不要吵 那可是理论上 现在的外敌 应该是习近平不是吗 他这样子文攻武嚇 为什么没有办法让大家团结 这是我好奇的地方 我个人认为是民进党觉得 他们现在准备应该够了 就是军火也买得够多了 该有的东西也已经差不多准备好了 你要说在接下来 难道我们要造航空母舰吗 做原子弹吗 不然呢 还有什么可以做 他们会说 好像也没什么可以做 那就 在我眼里啦 至少要对抗中共的威胁 他们可能会觉得不冲突 就是国家预算 但国防还是可以继续做嘛 可是斗争还是可以继续打嘛 以及说是斗争 不如说他们就是说 大家哭也苦够了吧 是不是刚才谈一些 比较现实的问题 对 之前大家也是饿很久 没有没有 不是饿很久 就已经辛苦很久了 我们要考验一下现实的问题 经济发展啦 讲经济发展比较好听 就是内政的部分要搞好 对啊 内政部分要搞好 那为什么不来好好选谈政策 对 就像你讲 如果大家觉得 到最后就拉到抗中保台 那为什么讲 对啊 如果大家觉得抗中保台 选民有点疲惫的话 好啊 那我们就move on嘛 对不对 我们已经都有共识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聊内政 那好像比较没有看到 就是台湾内政缺乏一个 这个 我是不太想讲我自己的例子 就是 我们就讲陈时中好了 好 像陈时中丢了 我要怎么盖捷运 盖怎么盖怎么盖 柯文哲给他回应 就是说 你都盖不起来来不及了 不可能吧 八年一定弄不起来 陈时中说我要挖一个隧道 台北市政府说 不可能啦 挖不过啦 也就是说 根本没有人要跟你认真讨论 你就要认真丢一个政策 我们其实会倾向就是 别人会说 你这个政策 我有一个更好的解方 而不是说 你那很烂 烂透了 一定不行 但现在台湾 真正都是这样子 每个都只能 你那烂透了 不行不行 那是不是媒体圈造成的呢 阅听人也有一定的影响 就是我们有时候 做政策的东西 就没人听 说视率暴低 但是如果你做那种 很刺激的议题 比如说什么 其实也是小事啦 就是王世坚跟黄珊珊同台 哇都吵了两天 我那天 可以吵两天 对啊 我那天在电视台看到说 哇塞 围了一圈记者 谁啊 要选总统吗 一看王世坚 我现在后来等他下来 我就一直笑他 你要三中通 又怕死人 就是大家都是 就是焦点 你就是眼睛 这什么事情啊 王世坚居然跟陈时中翻脸 就八点档那种感觉 大家就是 所以我韩国瑜讲的也没错 像高雄选举现在谁看 如果陈心脉这样当选 那就是一个很烂的乱戏 但是如果柯志恩当选的话 哇不得了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 高雄的大脑出什么问题 大家就会突然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这就是 像这种做媒体 就像石敬秀 娱乐化 其实就是重点是娱乐化 石敬秀 我讲石敬秀 这是我们经常讲 就是这也是个哲学议题 到底你看石敬秀 是希望看精彩的脚本 还是看真实的展现 我们想要real 但是又很精彩 对啊 就是很难兴趣 我那时候在大学交的时候 我就跟学生讲 你会很多人说 石敬秀就是要真实 不然为什么叫real呢 但是 如果是比如说 我找50个年轻人比赛唱歌好了 也许有人唱第一集 唱第一句 你就想 干这一定赢了 太强了 把电报所有人 这个不就像 那个大学上课 你每次上课 不就是50个人在那边比赛吗 大学的课堂 不是每一个课堂 都是50个人在那边比赛 一定会有一个人最后赢 有些人一来低堂课 他讲第一句话 你讲 干这一定最高分 我是个废物 我什么都听不懂 我低能了 就没有意思嘛 可是有一天你去上课 下课时间 如果最后一排 突然有一个女同学站起来 走到第一排 指着另外一个女的 你给我站起来 妈甩她一巴掌 你是贱女人 你就会觉得 干今天来值得 我上一整学习 就是等这一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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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跟学到的东西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到底跟这个课 有什么关系啊 你就是要等这一幕而已嘛 所以这是人性了嘛 这就是人性 所以请问选举这个新闻 它是实境秀 你要看for real 还是看综艺性 这个真的是很难啊 这个是人性啊 你就是会看嘛 对啊 因为真实的选举 有时候一比施政能力高下 政界讨 后来有个阵营就特别强 对 那大家要玩吧 那种弱的阵营 一定会拼死塞一堆剧情啊 我找大魔王去挑战他 硬把他拉下来 比如说 原本这个家伙 眼看就要赢了 分数最高 马上找一个大魔王挑战赛 把这个人干下来 干下来之后 大家不爽之后 再办一个复活赛 让他复活 规则一直改 这个就是 其实选举也差不多 好像是这样的 对啊 就是大家都把它当作娱乐来看 所以收视率才这么高 台湾的连续剧 除了两大台的连续之外 全部拼不赢政论 那个收视率排行榜 前面全部都是政论 对 然后南部都是把它当作背景音在放 大家在那边泡茶聊天 他就是把它当作一个连续剧帐在放 对 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境 那我必要要强调都是比较不一样 都是看YouTube 不是看电视 那你会觉得说政论节目是不是应该被管辖呢 政论节目一直有在管辖 可是当他不录网路的时候 很难 我就觉得大家可能在播出去的部分是比较收的 可是他之后如果去剪那种 就是在网络上很好 很多人会推人的一种 可能有隐藏梗 休息时间聊天 顶级都超爆高的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那我要不要讲干话 像吴子嘉董事长 我要不要乱讲话 我要不要漫天唬烂 讲一些很刺激的东西 马上大家就点 狂点 就像大家都知道 现在台湾YouTube躲内王是谁 是中天 朱学恒 朱学恒 他一个月可以到七十几万 我干 他光是斗内 他超强 中天加起来可能才十几二十万左右 两台 对啊 所以 很屌 很屌 干 我觉得他讲的话很垃圾 可是他就是有办法 让很多人看他的东西 大家看了APPY 就是他的观众看了APPY 对啊 那他的观众很大方 就是这个就是很现实的 你极端派在这一种很容易激化的市场 就是能够占到利益 他那不会讲什么社会责任是什么 或者他会把他的行为美名为社会责任 那我也是一种声音啊 你不可以变掉啊 我有我的言论自由啊 其实我的 我这个 你看我很不爽啊 你还是要给我发言的机会 詹姆士蟹的粉丝也都是这样骂我们的 对啊 不过 就他们的言论自由的角度 其实就讲白点 没什么读书的人啊 其实他的受众就是那一种群体 你只要就是大家都在抓自己的TA嘛 他有抓到他的TA啊 只是讲白点就是再怎么样 有流量很多人都会想变现吧 对啊 但他不变现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他人格特质 有一些实在拿不出来的重大问题 这个就是很现实的 所以我们当看侧翼网军的时候 其实一方面我大 有时候我其实也是有点同情啊 他人生可能有一些挫折还是怎么样 造成他只能用这样方式发泄 对 所以我的解决方案都是 你来我这边 如果你敢来臭 我一定会把你电死 但是我不会去你那一边 我就在我这边 我就把你电死 让你知道说来这边你会很痛 你的心理的创伤会更严重这样子 我甚至在治理行间 我可能会提到 某一些我所知道的他的真实讯息 那别人一般看不出来 可是他自己看 本人一看就会吓到 本人一看 你好猛哦 这个没办法做真实 以后要跟你请教 我们真的要开战之前先思讯说 我们要 真实讯其实我们讲话 很多都是话中有话 当我们去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正在节目上面讲 其实就是放话 一般观众看的是看不出端倪 可是那个阵营就会知道说 这里面已经被知道了 对啊 我们讲说有些事情 他是不是在几月几号 跟什么人见了 那个人跟他讲了什么啊 对 要不要回去再回忆一下 这样子 他们就all shit 他们就是all shit 就都被知道了这样子 立刻讯息就来 播出的时候信息就来 就说这个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 你事情不能只听一个版本的 好熟悉 好熟悉 那我好奇 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民进党的问题 其实我个人是希望他们好起来 振作一下 所有政党都该好起来 对 所以其实我想要问别的政党的问题了 就是除了民进党之外 我想问民众党 民众党 对民众党 他们这一次你刚刚说 像高宏安什么没什么资源 然后他们真的是整个党都没资源吗 怎么可能呢 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盘膨胀太大了 什么叫盘膨 就是任何的新兴政党 他都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初期的捐款会很热烈 是 可能后来会后继无力 加上政党补贴款 其实也是杯水色情 你把它分散到全国 你一口气提了50 100个候选人 那除以100 那就几乎是变得没什么资源了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你也需要去提很多候选人 那你就有路线选择的问题 民众党的确也是提了一些 没资源的年轻人 但是他也有提了一些可能是正二代正三代 意思就是有点像过去的台联 就是可能在民进党那边过不了初选 所以就跳过去 那民众党也有这样的状况 那我其实到现在 我还是不太懂民众党的政治理念 到底是什么 基本上他一开始是科粉政党 绝对是科粉政党 可是现在像高文安他是科粉吗 明显大家都说 背后还是看到他就会想到过台名 就是不太一样 那黄珊珊 黄珊珊科粉吗 但是你会觉得说 他又有他自己的政治上的一套 所以随着这些实力者 甚至桃源他提的赖乡林 之前柯文哲还呛他说 你把你养的狗带回去 那就很不苛 所以他发展到一定程度大的之后 就会产生出各式这样 你可以说如果具体而为的派系 他就会出来 所以柯文哲当他没有用一个核心思想 去基迷这些 去控制这些人的时候 很容易会各自为政 那地方上就会有那种认知的落差 就是我因为柯文哲 我喜欢民众大 可是这个民众党后选人 好像又没那么柯文哲 他就形成那种投票上的错乱 对 绝对会对选民造成错乱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在做民调的时候 有时候很乱 就是你看到甚至民众党支持者 好像在新竹吧 民众党支持者也不见得投高宏安 有些投灵根的 有些投省会有 都会有这样的状态 而且他那个有些不是5%10% 大于10%以上 明显位移 所以这个就是党没有核心思想 只靠个人魅力的话 很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柯文哲的魅力 黄山的魅力 或者是高宏安的魅力 我个人认为就是 他会很辛苦 因为这个党 一旦大的不在 立刻分崩离析 其他的我看 因为柯文哲马上也是要下台了 那下台之后 因为说实话 对柯文哲不满的人一定超多 对他不满的人超多 那他又下台 那那个党不就 就是接下来谁是boss 对啊 成如像民进党的派系 派系的大哥不在 接下来的人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哪里 谁要去哪边 这个可能 位移就啵啵啵啵啵 一下就焚焚离析跑跳 所以政治都是我们会看长远 过去有很多政党 比如亲民党 要不是宋楚瑜 从各位小的时候选到大 这个政党早就已经没了 也都是因为核心人物的关系 对就是因为宋楚瑜一直都在 所以亲民党可以撑到2020选举 对啊 那如果柯文哲选2024 没选上他就不见了 这个就是一个政党比较大的危机 你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对啊对啊 因为就是不知道他核心理念 对啊这个是 其实民众党也都知道 可是他们之所以今天挂民众党 就说柯粉票应该可以帮助很多 可是他们又提不出一个好的论述 或甚至是两岸的论述给大家听 他们都没有具体论述 他们讲白一点 柯文哲现在会有一些声量 完全是靠个骂民进党 他在跟国民党抢讨厌民进党的票 所以我们去做民调的时候 民众党支持者有些反应是非常难的 他就是完全是在中轴的另外一边 那我们就是直接把它当作是 国民党的另外一种化身 可能就台湾国民党那种感觉 就是他就是挂比较偏台湾派 台湾国民党 对台湾国民党 可是他会吸到小绿吗 就看他推出来的候选人 有没有排出 所以是民众党 对民众党会吸到小绿吗 因为他毕竟主打还是说 自己是第三司令 他可能会去吸到一些 对两边不满的 包括对现在民进党 或对民进党候选人不满的人 是有可能吸到 因为选举没有单纯那么多蓝绿 台湾人最喜欢讲说 我没有立场 我都很中立 我都看人的 我看他证件 台湾人就是很喜欢讲这种话 所以他平常都这样 自己骗自己 所以的确那种非常深绿的 时钟的没有那么多 深蓝的时钟的没有那么多 大家都说我会看证件 明明你就超蓝 那没有我看证件 我看人 只是我最后都可能都是投那种人而已 所以当他们诉求中间 就一定会有票 你要注意高蓝的形象 不是他自己塑造 完全是对手塑造 绿的一直打他的话 蓝的就说好可怜 这个人好可怜 绿的这么讨厌他 他一定是哪边做对 完蛋了 所以国民党 其实他们现在 会不会很羡慕民众党的处境 与其说是羡慕 不如说是 他们也会觉得说 我跟你比气场 我国民党加大业大 摆你脑垫 没这么容易倒 我撑到你倒为止 因为年轻人会一直喊说 国民党不倒 台湾不会好 可是国民党真的有可能倒吗 可是国民党人真的很喜欢比气场 因为他们就比大家都老嘛 他们已经活了那么久了 你要注意他已经撑垮了多少人 现在这批国民党 他撑垮了新党 撑垮了亲民党 他们会觉得 我应该可以再撑垮一个民众 撑垮民众党 对 我就跟你比气场 我觉得这样好好笑 我活得够老 我一定活得比你老这样子 撑到你老送东西 这很屌欸 对啊 就是所有人都想要弄倒他 但是没有人成功欸 对不起我要尿尿 第二个休息 你们原本是第三势力的头啊 你们是时代力量 对时代力量 那被民众党拿走了 有没有 心里过不去 会心酸吗 心里过不去 其实人家要不要选 人家要不要成立政党 真的是人家的政治自主权利 我们不能说 这个市场是我的 你不准成立新政党 理念不一样 那你成立 大家就来超级比一比 不过民众党成立的确 在那个时候 我跟黄河昌谈的时候 黄河昌说 如果民众党不成立的话 他预期选票可以再更多 但是民众党成立之后 有没有被洗手又 但是自己实力 自己的选票也有成长 也比2016成长 成长了大概3%左右 所以我们到了三席 从两席变三席 不分区 其实这跟黄河昌的策略 就是保底 就是至少保住立元党团 三席可成立立元党团 当然他后来就比较 投入其他的什么揭蔽 因为他就没有位置 他就去往那边 这个党就要走出自己的风格 就是你还是在走 环保劳权 一些比较人权社会议题 因为就没有什么 其他政党在做了 民进党也不太做 当然还是需要民进党 在某些案子上的 重大的支持 但原则上就是 总要有一个政党去做 就会跟民进党市场有一些差别 民进党比较不处理这些议题 什么环保劳权 比较左的 民进党他会越左越右 所以他会变成本土派的右派 他会变成比较右的 当然有人就会变成左的 有左胶什么 没关系被你骂 到最后左派就只有我这一家 毕竟就是会有一个 始终的市场在 激进他们也说他们是左派 他们一开始 写的往那样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问题 激进的问题就是 我讲的是 不是他意识形态的问题 就是他们靠的 其实很靠个人魅力 就3Q 3Q 然后接下来张博杨 他电视上奋战 可是他们一口气 3Q就是因为站台争议就走了 然后张博杨又因为 这个对林家隆 有一些意见 又被党内骂了一轮 就掉下去了 这都造成了 糟糕你这个党 少数有声量人都不在 请问你这个党 要怎么去把自己撑出来 你都媒体上都消失了 所以有3Q在的时候 他至少还可以带着你这个党 让大家记得说 有这个党在 可是之后 少了这种媒体冲降的话 你没有这个效应 在策略上是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像小党 其实保持曝光是很重要 被人骂没有关系 人家骂你就曝光 就是越骂你 骂得越凶 就是会有另外一边的极端 这个就代言人效益 如果代言人对方骂你的人 自己形象很差 对你是加分 说的也是 就是不要那么容易生气 你搞不好一直挑衅他 来骂我来骂我 好我忍耐一下 让对方形象很差的人来骂我 我别讲一个很残酷的 你百灵国粉专下面 那么多人在骂你们 看的是谁 是你们的粉丝 人家粉丝会想 好看这些人好智障 还好我是百灵国的粉丝 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操作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不把这些人ban掉 为什么不把 我就是要留着这一些 对啊 这是为什么我没有ban 这就是我的 在这个学 不是这个学年 这一个选举中 其实叫嘴脸论 我就是需要你这嘴脸 我就需要你这嘴脸 这是要写成论文的吗 没有没有 这是我的 我好喜欢这个 嘴脸论 本届比嘴脸 当你在骂别人的时候 你嘴脸是什么 当你会自己解释的时候 你嘴脸是这样 我不会说什么外在形象 我直接用嘴脸这两个字 就很负面嘛 大家看 对对对嘴脸 你看看这些知识者的嘴脸 Oh my god 这超 这超real 这很real 我就是在等你 你就来骂我 我就是等你来挑衅 你一讲话就帮你振营拜票 你以为自己好像是正义使者 来我这边传教 Oh my god 对因为台湾现在就是政治没有理性沟通 没有政策沟通 一定宗教化 宗教化就是狂信徒 是是是 信了耶稣以为自己是耶稣 到处传教 我来洒圣水 我来发圣光 你们百灵国邪灵退散 蛇圈中了 对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操作的技术 就是我就是摆着你 我还让你上去 因为演算法已经不太好控制 我故意回你让你上去 让我的粉丝能够看到 让中立者 因为你的朋友会看到 我的朋友会看到 我的支持者的朋友 我的朋友都可以看到 我就是等着你来 对 可因为有些都是小账 我进去点 好几个都是一个朋友都没有 对就是小账啊 就是假账 因为他可能也怕被告 他不要紧 我就需要你 我就需要营造对手 我的对手全是笨蛋 然后我们都是那种什么 充满智慧 今天我集中在这里 对啊 不就是选举不就是这样吗 当然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才真正有智慧 你们都不懂啊 对啊 就像我去新竹修行事件 他们所有人都在留着 这个是奈后刚啊 然后呢 什么是奈后刚 就是它是一种建材 那它会让它表面自然的生锈 形成一种视觉的效果 看一般是用来做扛扮 或是建筑的外壳 对对对 那新竹是用来做楼梯 阴摸都是那个粉嘛 所以理论上应该再图一个东西 让它把它粉控制住 你看我都需要解释这么久 他们就来一个 你不知道那是奈后刚吗 然后呢 没有了 那他们以为说我赢了 我传教了 我去那边喊了一个哈利路亚 邪灵就退散了 那实际上大家觉得穿很小 所有人在那边吃饭 就你那边感谢主 真的作为天主教徒 我也是觉得高腰 所以你是天主教徒 对我是天主教徒 难怪你这么嘴 嘴你的上帝整成这样 你心中还有神吗 拜托 那个神学 那个自然神学 辅大量的版本 还是我写的 别小看我的专业 我硕士可能写神学的 对对对 那你有括的多是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我那个时代没有这种检查的 太古早了 对对 而且其实我受认为很多 就是我自己下班应该 下班应该被质疑 是下班的部分太高 可是刚刚讲到变成说 台湾选举比较少在谈论政策面 然后不管谁努力 像是你们政论节目 想要努力拉回来 然后或者是其他人 想努力拉回来 人民都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 那我们能够怎么办 还是应该去做一些 大家擅长 然后该做的事情 就有很多人会说 你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 没有人什么关心 那可是我就是很关心 我就很关心这个社会议题 今天有人被欺负了 有一个百姓被警察痛扁了 所有其他政策都不帮 那我们要帮 我们就问看看 你愿不愿意 相不相信我们 有什么需要帮忙 其实我们都很常做这种事情 只是最后可能当事人 就是想说算了 那像我们有媒体声量 那有些政党有那个问证权利 那其实大家都会去问 就是问这些受害者 或是相关的人说 需要帮忙吗 需要帮忙讲一声 随时 我们随时愿意最敬拉努力 其实很多人说政治人物 看了案子那么多 会不会没血 也不会 听到那种让人感动 还是现场还是偷哭的 也是会有 都会觉得说 你这太惨了 我一定要把你帮到底 再怎么样都有基本人性 只是选到最后面 会彻底抓狂 所以 我觉得 适时适度透过一些议题 去唤醒大家 基本良知很重要 有些东西真的是 但是所有政党的机器一关掉 我必须要讲摄影机一关掉 才会大家回归现实 这事情你觉得对吗 不对的话 你要怎么处理 就像临时间论文案 或是其他的案子 一开始爆出来的时候 两党会在那边嘴很多 机器关掉 你觉得他有操吗 很多人讲说 干他就操的了 可是大家会不会偷录音 然后 就是大家会不会很防 你们名嘴圈 会不会很防范彼此 大家也把政治人物的抗性 想得太弱了 像那个蔡渝就跟我讲 他之所以会在立委的群组 去留说什么 因为他 人家讲说 林日间的事情 开第一枪蔡渝 他在立委群组就说 难道 跟台大仗对干下去 是对的吗 那就引起民进党内部讨论 人就立刻把他群组 那对话截出来 对 后来跟我讲 是他故意的 他知道一定会被流出去 所以他发在那边 他就是要丢一个 会炸的东西 让他炸出来 就让大家 至少内部可以讨论 总要有人开低枪 他都是阴系的 他是南部阴系 总要有人是正义之身 他开了这枪 会有人转出来 一定是非阴系 然后其他派系 就说 阴系有人开枪 那赶快丢出来 让枪大一点 所以就是 有些人还是会知道 就是说 他有时候 势必要做一些牺牲 所以很多人说 就我们刚才讲的妖魔化 大家都宗教 对手都是妖魔 其实大家也没有那么魔 机器关掉 都是还可以回归基本理性 有些人说什么 立法院打成那样 出来吃饭 是不是都还是那种 喝得很爽 大家都是兄弟 我可以说 大概有七成是这样 七成 但是私底下来 是讽刺来讽刺去的 也是有 就互酸一下 互酸一下 哎哟 你也是很厉害 到处都有老婆 在电梯厅 这好劲爆 你知道的事情不少 不过我看 你也是不简单 我想说有必要 对你要搭电梯了 还要互嗆个两句 这样子 好嘴喔 我觉得是 有时候就真的 有些人就稍微嘴贱 那今年你有帮 任何政治人物 或是候选人 来做政治上的操作 或什么 政治上的操作 就是原来上 因为我现在有党籍 我只能帮党籍 帮党籍 也是到极限 就是时间都会照顾 因为我要进行 自己的频道 自己的平台 我还开 特别开了直播台 去cover党候选人 然后帮他们出一些 政治决策 比如他们有些案子 不知道怎么打 我告诉他们说 媒体要怎么操作 这样子 因为都是素人 小党很多都是素人 他不知道媒体怎么操作 或是这个东西 他们不敢打 打了会被开枪 这样子 我想一下 怎么帮你们去绕过 怎么样 适时适度的放话 就是 我可能不打 我去跟别的名嘴讲 他们有时候可能会 一不小心就会 让名嘴们忍不住 对 他们会想 谁跟我讲 讲不起来 管他就讲 讲事情就发现炸了 原来没人讲过 我就跟所有名嘴讲 说那个事情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抽烟的时候 那个是怎么样 怎么样 其实就是这样 霍乱国家 这其实就是 一种操作媒体方式 这个是我比较擅长的 但是我要强调 基本上都做公益 帮助这种 比较弱势候选人 都做公益 我不会跟他们收钱 因为自己赚了 其实也很够了 他们是录电视台 平常就可以赚多少钱 所以摸着良心 做事即可 对了 之前上一集 我不是有跟你们讲过吗 郑德轩赚钱的方法 就是连不讲话 都可以赚钱 什么 不骂人也可以赚钱的事情 有 对 你们有没有学到其中奥义 我们没有 因为没有人拿钱给我们 还是骂了很多人 但是都没有赚钱 我们就不受控啊 对啊 大家都讨厌 其实有蛮多后学人拿钱来 想要上我们节目 然后我们想一下 我们都说算 没有没有 你要做到就是 我们可以不骂你啦 但是就是钱要来啦 找一个白手套去使用 好难哦 我们都是想说要揭露 因为我们毕竟是做自媒体 大家喜欢我们揭露 那我们就想说 那都揭露 用有趣的方法揭露 最后都会被打枪 对 或甚至会变成违法之类的 对啊 揭露方式 哎呦 这个就是 你暴时的一个良心 就发不了大财 对啊 这个是很现实的 没关系啦 对不起我们员工 但可以带他们去日本录音啦 大概就只能这样 对啊 床子买不起就算了 对啊 所以就是 方法你都知道 可是你也许做不下去 这是这个圈子的现实 对啊 我以前起家的时候 我们也是很多鸟市 我们鸟案子都包 我以前包到 包山包海 就是你可能不知道 政治公关做什么 我们还有承包过一个案子 就是有一个高中 他觉得说 他校区已经老了 他把它重新改建过 然后我们就透过一些关系 包到了这个计划案 也是蛮多钱的 就出一个报告书给他 就是 告诉他们如何去骗政府 通过这个计划案 可是那个大老板 给我的任务是说 哦 我想把这个高中 彻底改造成完全中学 我说没有问题 这个技术OK 你12年一贯 自己都没问题 他说 可是我 我希望下面的六层楼 是水上乐园 上面六层楼才是学校 哈 你们去帮我想想看 怎么熬 所以我那么小的翻脸 最后还是画出来了 哇 他怎么没盖出来 没有盖出来 怎么可能会过 政府 他又不是白痴 中华民国政府 全是笨蛋 但是我们有把图 水上乐园 就是下面 我们会用学校体育馆的名义 下面六层楼架空 然后有那个什么水上六滑梯 旋转道 挖水道 这样子 在室内 台北室内 你想如果成功 他是不是发了 对 又接应战 哇 好凉哦 所以这个案子值不值得搞 当你没有良知的时候 我还年轻的时候 冲了 管他了 因为我们知道一定不会过 但是我们需要这笔钱 所以我们就报了 我们还是写了一个案子 哇 老板看了很开心 OK啊 钱就付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 送到政府不会过 对啊 老板应该也不care 他就是想试试看而已 对 他就想试试看 他有一个梦想 就是把那个水上乐园 与学校结合在一起 老板也是蛮浪漫的 没有 他只是想赚钱 我还以为他是小时候 没有满足到 玩水上乐园的梦想 他只是想要盖一个 因为建教育用地 他不能移做其他实用 所以他只是想要教育用地 去发大财而已 所以浪漫是我们啦 干白痴 白痴是我们 然后他用最低成本 可以最大化 对 就可以把利益最大化 因为教育 那个学校就要倒了 反正这种案子 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 接了很多 所以你现在 你在拿很多什么特定的案子 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些 洗钱啊 收钱啊 压榨企业啊 里面也算兴趣不错 应该没人特别人来压榨你 你对压榨的定义是 压榨的定义就是说 百灵果这个平台这样出去 缺乏管制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纳管 百灵果这种平台 我懂了 直接说立法院就这样问 为什么百灵果可以这样子 他完全不受政府的管制 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我觉得我挺紧张 感觉 这还没完 马上就会有人来了 就开始递影片 就是说 就是这个立法院的关系 希望就是我们这边 有一个100万的活动 希望你们在东京的厂子 可以交由我们在日本的 那个协力的企业一起来合办 那我们现在的价格 只需要300万日币就好 因为日币在底 我们大家知道经营的很辛苦 希望你能够接受 那我们相信你在立法院的案子 应该也会比较快就落幕 好吧那我们真的没事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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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傻眼 Kan可能会闭嘴半年 我可能节目就说起来了 真的 老子不干了 我就此退影 好恐怖 这种事情可是很常发生 因为我被人家拜托去挡过 就是人家被这样撂 他问我说怎么办 我说我来挡 对啊 我帮你把他堵回去 好我们遇到的时候再找你 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大家说 政治层次很多 这个才到深水区 很多人讲 那个水很深的 深你个头 你说狗儿跟乌鸦 水很深 你水很深 我水很深 大家水都很深 你怎么还没淹死 好 那我要聊一下 对不起 因为我最近在读 在听尼采的书 那因为我被演算法推到了一个 就是讲尼采的东西 我觉得好酷 然后就开始听 那因为有一个尼采的concept 一个概念 然后觉得很有趣 我想要问问伦理跟那个哲学专家 就是其中他有一个概念是说 道德是弱者施加在强者身上的枷锁 的这个概念 这样我的理解是有错吗 因为他好像有这样讲过说 说宗教啊这些东西 就是 弱者永远没办法跟强者竞争 所以弱者发明了东西 就是就发明了一种东西叫道德 然后强加在强者身上 这样才能平衡 对象他们有罪恶感这种东西 这是尼采个人的解释的角度 那我用比较一般人都可以听 那种平易近人的角度来说 就是我们现代人会觉得说 道德是固定的 不会变化 从古道到现代都一样 谁我们去听孔子的话 OK哦 好可是就尼采的角度 他在 他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 叫道德系谱学 就像家谱一样 你会有你的爸爸妈妈 然后再往上 又有他们各自的爸爸妈妈 那我们今天的道德 长成这个样子 就要去看你的爸爸妈妈 给你的基因是什么 现在这个概念 对我们当代伦理学家是常识 可是在尼采时代 算是他开创出来 就是一个演化的观点 遗传的观点 要强调尼采是非常早的人 那他的这个看法 就是从古代的道德 一直看看 看到基督教的时候 他对基督教很大的不满 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 弱者的护身符 他就 他就不断的去强调 基督教就是破坏了 古代的那种 真强 强者的 他就把强者的头压下去 所有人都不可能 成为真正强者 因为上面有个上帝 那你这个强者 为什么头低下去 因为你要保护弱者 你不能够用你的力量 去超越弱者 成为一个真正的统治者 真正的统治者 只有上帝而已 你什么卡都不算 所以你的人要封王 必须要我宗教领袖 去帮你带管 这样子 好 那这个东西 推演到一个极致 就是那道德 到底是为什么存在 尼采的解释就是说 最后面 就是那些 社会上的废物 他讲的弱者 其实就废物 意志力不够强的人 尼采好坏 混不下去了 所以 所以他就用道德 一个横跨各种社群 阶层的人 就是用这个道德去肃武他 你强者 你不能娶太多老婆 你只能娶一个 跟我一样 所以你说 great power comes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 你有平台 你就要有平台责任 之类的 你不行这样子 而且你要帮助落者 才叫歧视精神 你路线不停 你要把刀相助 因为你有刀 就是你不能不相助 当然有些人会反过来看 都是说本来这个也是 节制强者就是应该的 后来就变社会主义 可是在尼采的观点 你要注意 他是在比较前级 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定型 在尼采的观点就是说 他看到的最讨厌就是基督教 基督教改变了原始道德 强者得胜 管控一界的自然的原理 所以他会觉得 基督教其实就像人类的毒品 一样 他不断欺骗别人 欺骗社会大众 让自己忘了说 我其实原来 我有很强的意志力 我有很强能力 我可以充分的展现自己 就变超人 限制了人的发展性 让大家变得一样烂 就是大家都是去配合 弱者的标准 跟弱者过一样 弱的那种烂烂的生活 有没有到 有没有我跟你说 尼采很酷吧 他就讲今天很奇怪 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 他就是演化 尼采自己也是演化术 比较奇特一致 他这次恐龙演化到 他那边就灭绝 就没有后织 因为太极端了 就是他讲到这个样子 你会问他接下来 他说我们就要变成超人 意志力超强 克服一切 克服永结为归 超强 我意志力很强 我可以克服 所有的一切的事情 怎么做得到呢 他全部人都废物 在座所有客户都垃圾 就是他理念 从高时务上做不到 他自己也封掉 极端子 极端子 所以他就长得很奇怪的恐龙 那一只就灭掉了 没有办法有更进一步的演化 后面就是别人利用他 不是讲好的基因 就是还可以继续发展的基因 就是个细补学 就犯他我们20世纪以来的伦理学 就是我们要看什么演化 像台湾华人就是有儒家成分 我们身体里面就内介一些儒家的基因 然后你看到的孩子会主动打说 你好你好 大哥你好 这样子 就是他就是会有这样的成分在 你很难割捨 这个其实是从尼采那边来的 对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跟其他的文化圈的道德判断上会有差异 就是你要去看你演化术怎么演化来 对 那你如果受西方影响比较大 你在西方社群生活久 你身体的道德基因就会那边比较多 就是一个社会随着交流 我们进来讲多元化比较好 就大家基因会比较多 那你那种道德基因多了 你会说到底有什么帮助 社会很乱 这个社会一下有些人吸毒 一下有些人又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一个乱的社会 让他碰到一些重大的挑战的时候 可能有些基因可以撑过 这跟生物学的道理一模一样 碰到重大的灾难 生物是气候改变 或是产生一些新的疾病 有些基因也许可以抵抗过 同样我们道德社会 就是有时候碰到一些新兴的灾难的时候 我们有些文化中隐藏的基因 它刚好可以对应 我们社群就活下来了 你说像COVID吗 就我们可以撑得比较久用 或者是社群 我觉得以道德的重大冲击 应该会是社群平台的发展 然后人类在网路上的 发展出一个新的道德价值观 有可能会从那边再演化 因为社群平台 我们有时候很多人觉得同温城很封闭 可是他也会有外来的人 我们可以去看到其他国家的 正在发生一些事件 像在台湾日本迷鹰就很受欢迎 很多人是负责搬运 日本的一些推特上的东西 搬运到台湾 而且管受欢迎 那个也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自己的相关的东西的发展 同样一趴在中国就没有 对啊 就中国搬不过去嘛 搬过去就被砍了 其实我们觉得像中国现在的封闭 台湾是很不利的 他们就被隔绝在全世界的迷鹰的圈子之外 不管是 他们看不到别人的迷鹰 对啊 看不到别人的迷鹰 尸体或网路 他们都被隔绝起来 都影响他们演化的路线 最后中国就越来越偏离其他 会失去竞争力 我们台湾还比较OK一点 就是全世界在搞什么 我们其实基本上都知道 可是中国他们搞自己就好 他们市场够大 他们一定是这样想吧 会这样讲吗 就是中国人他一定会这样想 可是真的像我们在这个节目 我现在比较少做大陆巡旗系列 就是真的大陆巡旗 台湾也是很多人看 什么叫大陆巡旗 就是中国的政策到底有多夸张 就是莫名其妙 那我们一般看到都是很片面 可是有些人说 那胡乱啊 中国不是这样 可是就我去看到了一些资料 就是他们那个动态清零 真的太夸张了 就是可能早上起来说 我们想去封控了 14天 14天之后 你想说要逃走 过去那一边 他说你从刚刚那边封控来了 14天 我们有西藏朋友说 他们现在那个整个 整个城市已经封两个月了 对啊 比如说都封控完了嘛 终于可以准备离开了 好我东西买一买 我要离开 离开前当天晚上 天天醒来又封控 不然就是好不容易逃到高速公路了 高速公路交流道 我们劝返 你新疆来了 劝返 回去新疆吧 我都已经开到陕西了 你叫我回去新疆 可是他最妙的是 他每个地方不一样 也许你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 你在内湖交流道 他说请你回去台南 你在汽止交流道 请你回去台南 但是你在复兴北路 可以下去 请问你这个 到底在疯什么 莫名其妙嘛 就是整个国家 没有单一的标准 无所适从 台湾虽然标准被人骂 可是至少我们的标准 还蛮一致的 就是我们比较像是一个理性国家 就是大家会一直骂 说你到底要冲暗小 大家会说好我们现在订个公立版本了 不要再骂了 然后出来出来了 从我们录音这天刚好是开国的 昨天晚上一堆狗官 又是传续说 开国还剩20分钟 什么的 今天开始临家庭 对对对对 那开国境 开国境 对对对对 今天开始临家庭 对哦 对然后难怪昨天收到一堆LINE 对对昨天很多LINE 对哦 就是我们至少是骂一骂 他受不了他会动 可是中国骂的没有用 对他们来说就 那如果要跟中国比那就是 就是你刚刚说的吧 那个期望只拉很低那些黑道出来 那个 但是中国就是一个笑点的来源嘛 这无可存在 因为他们太大了又在我们旁边啊 那一定跟他们最容易对比 因为还是很多台湾人会来去嘛 去到那边就是风控风控风控 继续在14天什么的 但是他就是很容易产生一种 其实他会有钱一目 真的受到伤害 当然不是像我们这些人 我又不去中国 我也不能去啊 那个会去中国人 对他们心灵伤害真的很大 是 就是要去中国做生意 其实我们最近也有一些 听众在传说 上海是不是财经大学 还是什么 反正他们就是直接把学校 他们也要做那个风控嘛 对啊 然后把学生就是要 要放到巴士上 然后送去要转移 然后结果学生就是抗争抗议 然后他们就死不出来 所以变成是学校的人 要用各种方式把他们骗出去 说哦 院长要找你 他们说真的吗 要出去 然后被穿上大白衣 然后送到巴士上 然后巴士到了 他们要下来 就是一堆人在抗议 然后学生超不爽 然后他们还变红嘛 对 强制变红嘛 就是 这些学生们已经受够了 然后再发 再发怒 然后发到微博 微博又被控制 然后他们更怒 然后一堆人在骂中国 因为我之前有分享过说 我有一些上海的朋友 他们对现在风控已经麻木了嘛 就每48小时插一下 反正至少现在可以出来上班 对 那可是 也有我们听众就跟我们说说 其实大家也没有真的麻木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麻木 心里是愤怒到一个爆炸 所以他在听我们节目 我想大部分人没有在听我们节目 我觉得这是有偏差的一个调查 不过就是拿一些例子出来分享 对啊 这个其实那种不满 这你看一些他们还能够上传的up族 是看得出来 他们一些意见领袖 开始有意见的时候 其实多少会影响到他统治 就是中国虽然大家是讲说 就是一个很稳定的结构 对啊 不过他毕竟还是透过很多人 去慢慢堆出来的 就是习近平也不能完全不理其他各派系 他也是非常多的派系 大家都互相抠着 之前要再听 这个就真的不是比较小八卦 就是他们很多年以前去中国参访的 胡锦涛的人就在讲说 习近平看起来还蛮与人为善啊 他们觉得李克强还比较一肚子坏水 所以他们后来就把习近平拱上去 没想到他妈的 看错人 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阿公也会有看错人的事 对 这跟我们最近做读书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他非常会蹲 他们去那个economist去采访 从以前经济学员去采访 就是一直跟着他的记者 都说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现在福建那边看说 他看起来超震惊 然后超低调 超无聊 对对对对 没有故事的人 对 怎么变成像这样的 对对 好 我知道小周要走了 所以我们今天聊到这样 谢谢你啰 谢谢 谢谢 谢谢白银锅给我再来机会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